世界贸易组织就曾经在官网上面发出报告称 在新冠疫情的剧烈冲击下 被观预测全球贸易将会暴跌32% 全球所有地区的贸易量都将会出现两位数的下降 哈喽,欢迎收看GoGoAnna 今天我们会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自疫情爆发两年多之后 各国所出现的经济转型的情况 在疫情前的世界发展呢 地球村,经济全球化等等的概念 相信我们也不陌生了 上将们透过各国不同的优势 建立出不同的国际生产线 从而互惠互利 直到,没错 直到2019年疫情自愿 各国不但没有联手抗疫 重新出现经济的发展 反而是倒行一丝 回到了起点 鼓励自己国家的人民进行内销 并且经历了一个封闭 自给自主的生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到各国的政府有这样的对策呢? 逆行让欧美等等的大国 警觉到自身的半导体产业 过于依赖海外的进口 致给能力不足 同时各国采取了封关封城等等的措施之后 直到过于依靠进口芯片的电子产品顺受其害 进口芯片无法运送 严重影响到国家生产电子产品的程序 他们才发现自己一直过于依赖海外的进口 因此呢 欧盟国家计划资助本地生产晶片 德国、法国还有其他17个欧盟国家达成的协议 他们将会在处理器 还有半导体技术展开合作 从而减少对外进口晶片的依赖 那同时呢 各国也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自给能力 他们不再专注经济全球化 而是再次集中回到自己国内的生产、内销 提升国家自给自主的能力 但是呢 这些国家又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让自己的人民乖乖地跟从政策推行呢 下好啊 疫情就成为了他们的推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战时动员令这个名词呢 这个是指到一个国家为了不同的需求 将经济转型至不同的模式 就好像中国政府当年所推行的全民大链杠一样 按照国家的发展 突然号召了全国上下 无论是工厂还是人民 也要参与这一场的运动 以提高产量为目标 这种突然出现的经济转型 大多数呢 是在战争前夕 所以呢 一些学生们也会把它称之为 战时动员令 那么恰好呢 面对这次世纪的疫症 各国也下令征召了工厂 生产抗疫的医疗物品 这种战时动员令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量的工厂 在短时间之内向某一个方向转型 比如这次的疫情 就让工厂从生产奢侈品 转为生产各种民生的必需品 医疗物品等等 以应对疫情加剧的需要 比如在当时 美国签出了国防生产法 下令通用汽车生产呼吸机 与企业达成的协议 生产2000万只采息棒 以及禁止医疗设备 还有3M口罩出口 而英国呢 更是展开了20年来 最大的军事动员 发动了56万民众参与成为支援人士 为医疗保健体系提供协助 欧洲各国 中道的大品牌 也参与了生产抗议产品 比如 宁保建立品牌 生产口罩 还有防护服 苹果公司 生产防护面罩 自生堂 则是生产酒精消毒液 所以啊 这一次的疫情出现的时候 除了出席加大口罩 医疗物品的产量之外 其实啊 各国政府也直接 或者是间接协助工厂转型 直接的方式 就是以经济支援 生活是直接下令 政交该工厂 而间接的方式呢 就是当行业出现危机 政府不会给予任何的援助 使得他们无法渡过难关 当商家们发现无力可图 或者是出现亏损的时候 那么间接就会迫使他们转型 以节省支援 那么整个生态 就会转向生产其他 适合现进市场的产品 慢慢 大量生产的奢侈品 高科技的电子零件 就会转到生产粮食 还有日用品 以满足内销的需求了 各国是一种 治给自主的新模式 也有其存在的优势 那整体最主要的 有三个重点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呢 就是能够 全面减少大部分的货运 这次的新冠疫情呢 成为了合理的理由 提前停止航运 并让政府进行封关封城 形成了各国的买卖 只能够停留于 内销的阶段 减少依赖对外的贸易 表面上看来 是严重打击到经济的行为 但是 能够避免因为外地或是局部地区的灾难 造成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最起码啊 不需要从其他地方进口 国家也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 而第二点呢 是企业以及行业大转型 围绕着生活的必需品 就以香港为例 食物方面 大多都是依赖海外进口 所以呢 这一次的转型 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讲 影响并不大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生产必需品 是原材料的生产国 反而呢 一些大国 比如是美国 欧洲等等 他们过往是专门出产文化艺术 还有奢侈品的地方 现在啊 需要全面的转型 再配合现金 成熟的机器 才能够赶上内销 生产必需品 还有医疗物质 如此一来啊 在将来啊 面对同样的疫情和灾难 出现断水断粮 物流业中断 与世隔绝的情况 国家也不会一下子 完全的失控以及崩溃 仍然能够维持社会的运作 度过一段的时间 不过呢 治给自主的生活模式 会使到各个地区 失去了贸易的比较优势 这个啊 对于普遍的消费者来讲 确实坏消息了 2020年的3月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 香隆·奥尼尔 在外交政策的杂志上面指导 新冠疫情 正正不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 2020年4月8号的晚上 世界贸易组织 就曾经在官网上面发出报告称 在新冠疫情的剧烈冲击下 被关预测 全球贸易将会暴跌30% 全球所有地区的贸易量 都将会出现两位数的下降 电子跟器械制造业的贸易缩水 这更为严重了 自给自主的孤立主义 只会使到交易成本上升 供应链变得更短 甚至消失 成本持续的上升 最终也会转嫁消费者 形成了两派局上的局面 尽管如此 世界各国仍然坚持 推行自给自主的新模式 背后是否存在着 更大的利弊因素呢 从表面看来 必大欲力的转变 需要花费更多的代价 做出转型 为何各国政府 还有如此的安排呢 试想一下 当年2002年所爆发的非典 当时各个国家也似乎相合作 像疫情严重的地方伸出元首 一同工度难关 也不会转型生产 由此可见 这次的疫情 并非于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甚至很有可能 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正因为这个疫情 一通无底洞一般 不知道影响会有多么的深远 各国的政府啊 才会以直线或者是间接的方式 协助商家工厂转型 才不会被突如其拉的影响 导致到整个国家停止运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自疫情开始 市民就有着恐慌性团支物质的习惯 虽然新闻 政府也忽略了市民 不需要金黄的抢购物质 会有足够的储备 但是呢 人们还是害怕 封国封城的措施 担心无法出门 会影响日常的生活 因此团支物质 但其实呢 这个也是各国政府 在背后刻意营造的细分哦 这样的做法呢 能够预备将会出现的大灾难 因为呢 各个家庭当中也有所储备 在灾难出现的时候 人们才不会进入极度恐慌的状态 除了引发社会不稳 还有动乱 这样啊 才不至于对社会带来严重的崩溃 无法挽救的局面 因为啊 在社会动乱端中 最容易受伤害的 必定是小孩跟老人 如果他们有着足够的用品储备 那么大家家里 也是最安全的选择了 相信大家也没有想到 异常疫情的背后 各国政府所隐藏 跟深远的预备以及部署了 好了 那么这次的提问是 在疫情期间 你的消费习惯又有没有改变呢 是A 没有改变跟以往一样 还是B 有所改变 更多倾向于日常的用品呢 把你们想法 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